有看到嗎? 哇,這麼大一包耶,你看 環保局人員接獲通報 來到液淹水地段的排水溝渠 清理水溝內的垃圾落葉 避免塞住水流,造成淹水 因為多日好雨造成土石滑落,淹沒民宅 消防人員進行緊急破壞 搶救受困在家的民眾 將受傷民眾送往醫院治療 由於內湖區山林環繞 部分地區為山坡地及老舊聚落 為了加強居民的防災意識 內湖區公所在內湖路三段256項2號 舉辦土石流及山坡地老舊聚落 防災疏散避難演練 模擬好大雨侵襲 從災前整備到災後復原 巨細迷移的演練災害來臨時 各階段的應對措施 讓各單位做好防災準備 我們有三個潛市區的土石流有保全戶 那有三個禮分配在港華、金瑞跟壁山 那我們是每年都輪一個禮去做一個演練 讓大家能夠隨時保持警戒 然後能夠熟練我們的救災的一個措施 那今年剛好輪到壁山里 剛好里長也是隔了20年又重新回任當里長 那也趁這個機會讓他複習一下 怎麼樣來做我們的災民的一個救助的工作 那這只要是今天輪到壁山是這個原因的 他們演練的很落實 那所有的動作都有做到了 那我們也希望說大家藉著演練 其實我們公務員的輪替也很快 也剛好這些新進統統 大家能夠複習一下我們的救災工作 這一次的重點 其實最主要是在李林編主的一個應變的作為 是我們的重點 因為李林編主也是運動非常的頻繁 那其實它是最基本的一個救災的一個動作 因為所有的災害發生 在李林編最優先知道的是他們 那他們要先做自救的動作 然後再來再求救 那所以我們希望他們能夠熟悉整個的救災作為 這是我們的重點 那麼第一次參加這個大型活動 其實真的很緊張 因為我們壁山里也第一次 但是這個環境是勢必要做這樣的宣導 因為我們都是山 然後馬英九時代那時候 這邊剛好有一次納利颱風 納利颱風我們這邊整個土石流 山上那邊也有四個人遭活埋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想說 有個什麼大型的宣導在里內可以發生 那這次藉這個機會 那其他區公所給我這個機會 那我覺得可以招號一下 讓你們知道這個的重要性這樣 我覺得大概差不多有兩個月時間 我們跟相關區公所的局內的部分 還有檢討上次的一些缺失 在這次裡面 我們大概差不多兩個月時間 斷斷續續 兩個月接觸一直改一直改這樣 承辦同仁真的也很辛苦 我們旅內目前大概有一個牧林隊 牧林救援隊 還有林長本身就是一些救難的小組 大概加起來差不多有30位左右 這幾天好大雨 要拜託你就是說我帶你到安水的地方 安置所來做休息可以嗎 這幾六十年要做安全的 你身體要幫人家走 不要管我 演練串連各種情境 包括豪宇特報發布時 禮辦公處廣播市警 並發放沙包 李林防災應變小組成立 並協助疏散 以及針對獨居長者 新移民與拒絕配合民眾等 各種特殊狀況的處置方式 還有土石崩落的受困人員 搜救及障礙排除等 逼真確實的演練過程 獲得議員的肯定 每一次的演練要確實 而且都要到位 原因是為什麼 內無期多山期 而且每個山形都是順向坡 只要有大的雨量到的話 那會產生什麼現象 土石流 水象坡的含水量不夠 一定會土石流 所以說我今天看到他們在演練 每一次演練都非常非常的積極 為什麼 因為每一次的大以來的時候 沖刷含水量不足 會造成土石流的話 我們都減低到最低的災害 所以說每一次的演習我都會來 因為這個演習太重要了 關西的內無區的人民的財產生命 所以說每一次區長跟我們市政府相關單位在演練的時候都很逼真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高興 每一次我們的土石流所造成的災害越來越少 所有的傷亡越來越少 所以說我今天特別來這個地方來感謝他們 也配合他們的演習 也希望我們黃信渠到了 黃信渠最近要到了 所有的這個颱風水量可能會增加 所以我們這個演練 非常非常的有意義 也希望藉著中家跟凱破 地方的新聞 能夠擴散出去 讓所有的居民都知道 都知道 黃災的真正的意義 對這是我第一次來看這個土石流的演練 那其實我覺得整個演練的過程中 把蠻多的狀況都有把它就是演練進去 那我覺得在目前現在極端氣候的狀況下 其實我們發生那個災情的時間 其實是越來越緊湊 那我覺得當然要有完整的演練 我們才能夠預防災情的發生 區長林秉中表示 演練結合區內任性社區及開口合約廠商 更加著重與社區及民間的協力合作 以提高災害耐受性並快速復原 建立永續防災家園 同時也呼籲山坡地居民 在颱風好雨來臨時務必提高警覺 並配合疏散才能保障生命財產安全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